彭博社11号报道 拜登政府延长前总统川普2019年的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企业使用被认定构成国安风险的公司 所生产的电信设备 例如华为等 美国商务部已经发传票给多家中国通讯设备供应商 作为安全审查行动的一部分 拜登追随川普继续封杀华为 共和党参议员威克也开始查核 商务部2020年限制华为采购由美国技术或软体生产的直接产品 例如硬碟驱动器等规定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美国不愿取消对华为的限制 中共转而将目标朝向瑞典 威胁瑞典取消华为禁令 否则将对爱立信采取反制措施 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 中共透过党媒《环球时报》放话 爱立信能否参与中国下一轮大规模5G建设 取决于斯德哥尔摩是否改变对华为的立场 不过在美国的制裁令下 中国手机市场出现大洗牌 今年第一季华为智慧型手机出货量下滑50% 正式由第一名跌至第三 苹果则呈现翻倍增长 有中国经销商向陆媒透露 自去年9月华为被切断晶片之后 货越来越少 直言华为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新唐人眼地电视 叶恩杰变业